字幕子明天 大家好,我是QQQ 來到今天的文靈 會在口語上面用多一點 我們看看就知道要說什麼 第一個是 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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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是動詞 普通形 NAN 然后呢的用词加nán 然后i的用词都是加嗯的 就是in 然后后面这个jan ras9 no ras9 ga 大家听得到我读 其实就是你常在日剧或者动画 都能听到他的语味是这样的 其实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代表了 不是黄黄乱 有一个反文的语气 這是一個口語化的表現 他們的分別是 じゃん就是男女也可以用 じゃない或者じゃないの就是女孩子用的 じゃないか就是男孩子用多些 例如大家看到這裡的例子 ね、できたじゃん 或者できたじゃない できじゃないか 你看看,不是好了嗎? 是一個反問的語氣 好,書中也有寫到 如果是前面的名詞的話 後面的じゃない、じゃないの、じゃないか 就是有一個新的發現 或者是表達一些驚訝憤怒的語氣 雖然是這樣寫的 但其實我覺得跟剛剛說的解釋 其實是一樣的感覺 例如這裡 あれ? じゃなかくんじゃない? じゃなかくんじゃないの? 咦?這個不是田中嗎? 這樣也是有一點反問的感覺 或者這裡的感覺也有表示驚訝的 但如果接觸衣服的話 就有些分別了 因為它前面是這個動詞意向型 加這個じゃないか 就是表示讓我們一起摸摸 有一個建議 或者邀請別人邀約的感覺 譬如這裡 今度また一緒に遊歸 じゃないか? 下次我們再一起玩吧 有一點腰弱的感覺 如果大家有記得 你學過那個 マセンガ 那個用法是有點相似的 不過這裡就比較口語化 好 下一個文型要說 就是 前面是跟著這個名詞 表示在什麼什麼上面 什麼什麼方面 是某個範圍 某個方面 某種立場的意思 如果我們認識中文的人 就比較好 你看到上字 就可以聯想到 在這方面 上邊 或者在這方面 上邊的意思 例如我們看看第二句的例子 電營在無人商店 在理論上是可能的 但現實之中 是有限制性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最近的新聞 就是外國已經開始有無人商店了 可能在外國或者日本 我也覺得可行的 但在香港地方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人 很受規矩呢 就有些保留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所以說回這個文型 很簡單 看到這個上字 大家可以在 某某某方面就可以了 它前面 經常會接這些 教育 歷史 工作 技術 經濟等等的詞語 可以參考一下 這樣去記 大家在考試的時候 看到就知道要填什麼 好 那我們今天的文法 就說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繼續 講多些不同的文型 我們一起加油 還有 大家再看多次 記得要報名考試 因為4月3日就結尾了 那我們明天再見 如果你要找三字卡 可以去我的IG 看多些日本的資訊 就去我的Facebook page 我們明天繼續找文法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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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